大家好 欢迎收看本期视频 本赛季 胡仁以33胜49负的战绩 仅仅排在西部第11名 无缘附加赛和季后赛 而后 球队主帅沃格尔成为踢嘴羊 率先被踢出胡仁 就在今日 多位胡仁随队记者报道 胡仁为与运动表现主管斯图米一许约 这也意味着他将结束与胡仁的合作 众所周知 斯图米一与胡仁合作了将近30年之久 也是科比最信任的理疗室 斯图米一陪伴胡仁一起拿到了六座总冠军奖杯 据悉 胡仁管理层将詹姆斯 浓为两大核心 整个赛季都在与伤兵做斗争的责任 归咎于斯图米一的工作活到位 与此同时 据露天看台记者艾尔克·皮卡斯 在今日的报道称 赛季结束后 胡仁管理层内部将球队无缘季后赛的责任 归咎于李奇 保罗的科学体育经济公司 众所周知 詹姆斯 浓为军为保罗的客户 胡仁高管认为正是保罗的施压 最终导致了胡仁交易微少 显然 胡仁这一说辞 无疑将矛头指向了詹姆斯 也有球迷认为是老詹希望联手微少 进而对胡仁的角色产生了很大的影响 而美媒认为胡仁这个时间边缘靠着公司起了争议 实际将影响詹姆斯的续约问题 詹姆斯的合同还有一年即将到期 今年夏季他有提前续约的权利 一旦敖詹与胡仁产生隔阂 那么 胡仁唯一能做的就是送走詹姆斯重新打造阵容 美媒娜娜娜萨斯 列出了胡仁交易詹姆斯的三大潜在方案 其中 费城76人 蓝丸 勇士都是詹姆斯潜在的下家 一 胡仁与费城四幻仪交易方案 胡仁送出詹姆斯 从费城76人换来哈里斯 马克希 2024年和2026年首轮签 众所周知 费城76人本赛季迎来哈登的加盟 从某种意义上是大赚一笔 他在串联组织上 给费城带来了巨大的帮助 但是 哈登加盟费城后在进攻上的状态可谓是一言难尽 季后赛无常比赛 合计得到92分 竟然不如阿诺诺比特99分 其次 哈登的命中率低至37.3% 三分命中率维持在38% 在进攻如此低迷的状态 也影响了哈登的进攻欲望与信心 在输掉竞技战后 伦比特也是对哈登表示出不满 建议他多进攻 对于费城而言 他们需要詹姆斯这样争贯经验丰富的老将 此外 詹姆斯在关键比赛中的表现也很少拉垮 如果詹姆斯能与哈登 恩比特联手 无疑让费城在三号位的实力大增 马克西虽然进攻神速 但是 他终究还是过于年轻 还需要在大赛中进行历练 不过 对于胡人来说 马克西绝对能成为他们培养的未来核心 此外 胡人在这笔交易中还得到两个宝贵的守闻签 也是稳赚 两队各局所需 互惠互利 第二笔 胡人与篮网交易 胡人送出詹姆斯 从篮网换来本西蒙斯 新兴托马斯 以及2022年首轮签 西蒙斯在被交易至篮网后 由于背部伤病在本赛季未能如愿付出 尽管外界对他的状态存在质疑 但是毕竟他是选秀状元 还拿到过最佳防守球员的殊荣 西蒙斯在防守和组织上能力足以能辅佐龙美哥 并且二人都很年轻 足以能支撑起胡人的未来 如果詹姆斯不愿意留在胡人 换来西蒙斯将是不错的选择 而詹姆斯本赛季数次点赞欧文和杜兰特 这也透露出他与欧文之间的隔阂已经冰势前线 如果詹姆斯取代西蒙斯联手杜兰特 欧文 那么 蓝王的进攻将十分可怕 詹姆斯和欧文都能持球 同时三人都具备无求能力 能互相牵制防守 蓝王依旧能凭借水云谢蒂班的进攻 祭败任何一支对手 第三 胡人与勇士交易 胡人送出詹姆斯 从勇士换来维基斯 库明家 詹姆斯和库里联手一事 近期被美美吵得沸沸扬扬 不过 二人想要联手的可能性非常低 首先 勇士的薪资空间暴涨 除非詹姆斯的下一份合同会选择降薪 年薪在三千万左右 这样一来 勇士会选择用库明家 维基斯换来詹姆斯 虽然维基斯在本赛季成为勇士 测意不可或缺的球星 但是相比詹姆斯 维基斯的实力差距不小 詹姆斯不仅能为勇士搭来历史及票房 更带来珍贯的保障 对于胡人而言 维基斯不是他们的终极目标 潜力新人库明家才是 但是 相较于上面的两个交易方案 这笔交易并不是胡人的最佳选择 对此 大家怎么看 关于胡人球哥就说这么多了 最后球哥带大家看看篮网的消息 在篮网彻底出局之后 对于篮网短赛季的失败 外界众说纷纭 当然了 在杜兰特打出糟糕表现时 他遭遇的批评 也是他加盟篮网以来最多的 但随着时间的推移 欧文赛季出的缺席问题 以及他本轮系列赛的状态遭到了指责 纳什的排兵布阵遭到了诟病 甚至有人拿绿军主摔乌杜卡去年 篮网助理教练 说是 又认为乌杜卡非常了解篮网 了解纳什 也有说如果乌杜卡还在篮网 那篮网可以击败绿军的说法 最让我意外地救神篮网失利的问题 居然可以被推到 绿军主摔乌杜卡的身上 要知道 即便乌杜卡依旧在篮网 欧文同样不会接种疫苗 他同样会在首轮季后赛 经历摘月傍晚前不吃饭的过程 乔哈也不会因为乌杜卡 瞬间从脚踝手术中复出 他也无法阻止哈登的离开 即便乌杜卡去年待在篮网 迪维迪也在打了三场比赛之后赛季报销 蓝网也做出了大交易得到了哈登 更不用提立军队后执掌大权的 是他们昔日的少帅史蒂文斯了 这跟当年帕特 莱利 做着幕后为热火规划一切如出一辙 最终蓝网失败的国 很大一部分 被推到了他们的主帅纳什的身上 他的用人 他在常规赛对巨头们的过度使用 以及他临场的应变 以及输球后的调整都遭到了诟病 当然了 结果说明一切 可以在首轮被领导四横扫出局 一场不平 纳什的执教确实有着巨大的问题 他的确是一名此前没有任何执教经营的菜鸟教练 但他在南网没有获得任何尊重 只要球队出现问题 第一时间被指责 或者在事情过去之后 被挑刺的总是纳什 就连杜兰特前三场如此低效的表现 都被逐渐淡化了 纳什承受着他本不该承担的责任 毕竟比赛都是球员们在场上打出来的 在蓝王出局之后 欧文在采访中表示 他和杜兰特会跟蔡同姓蓝王老板 以及马克思蓝王总经理 一起商讨球队修赛期的运作 他们会一起管理球队 时间往前推 在欧文被蓝王允许回归 出战课场比赛之后 马克思在采访中曾表示 他为此咨询了杜兰特和哈登的意见 这是他们共同的决定 另外 在本赛季开打之前 欧文疫苗接种问题成了蓝王最头疼的事情 当时ESPN记者沃在节目中透露 蔡冲信 马克思 杜兰特 以及哈登将共同决定 欧文在蓝王的未来 很容易可以在这些球队的决策中 找到一个共同点 那就是他们的主帅 纳什几乎都没有参与其中 与其说纳什没有参与其中 不如说蓝王亚根就没有给纳什足够的尊重 虽然话说的有些难听 但这两年 纳什确实是一个傀儡的姿态 出现在蓝王主帅的位置上 或者说 蓝王主帅本身就是一个烫手山芋 即便是戴里纳什平民蓝王多次杀进季后赛 带出了阿伦 勒维尔 迪维迪这一批好手的阿特金森 都被杜兰特和欧文联手小乔丹赶走了 根据报道 阿特金森里对 很大程度上的原因 是因为他处理不好和队内球星之间的关系 这都是什么跟什么 一个干货满满的主帅 居然因为他还并不争的想法太多 不和队内球星的一辈赶走 从这个角度来看 杜兰特和欧文对球队的掌控完全超出了纳什 而纳什也成了他们在主帅位置上的最佳选择 因为作为菜鸟教练 纳什对权力并不敏感 特别是当欧文公开表示 他和杜兰特将会和高层决定球队休赛期的运作 决定球队未来的前进方向时 纳什对此没有任何回应和抱怨 这在NBA当中是非常罕见的 以支球队的引员和未来方向的建设 居然都不需要他们的主教练参与其中 并且他们的主帅狠狠大程度上被无视了 这不是魁为教练是什么 好歹那时也在勇士做了几个赛季的助力教练 在科尔身边也学习了一段时间 说到科尔 虽然他也是勇士输球时经常被指责的人 但不同的是 科尔确实是决策者 库里连续继绩后赛替补出战就是最好的例子 但很明显 纳什在蓝蓝并没有什么权威 当遇到一些需要决策的事情时 他总是被晾在一边 而当球队出现问题时 他总是背锅的那个 并且纳什本人对此似乎并没有什么太大的抱怨